来自屏东的书法家蓝镜市他昨天挑战自我 在离港合体公园呢 拿着重达13公斤的特大笔来辉豪 也成功了完成了这个100公尺的巨大地景书法 现场民众各个拍手就好 拿起重达13公斤的特质大笔 书法家蓝镜市挑战极限 在100公尺长的白布上写下青山照碧水 绿蹄印红虾等诗句记录家乡美景 还出动了摄影机空拍制成纪录片 留下离港合体之美 为了挑战自我完成大幅艺术创作的梦想 蓝镜市平常就跑马拉松练太极来训练体能 这次为了完成100公尺的地景作品 事前准备了三个月 过年期间也不休息 照样到合体训练体力 我觉得是创集 然后这也是对蓝老师多年的书法 他的最终的一个淋漓尽致的表现 我们都很乐意参加 很感动 未来阿里港文化协会将邀请十位书法家 接力辉豪 要在合体上写下一公里的书法作品 希望能再度留下创举 联邦肖雅娟屏洞报道